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80年代 人类提出了基因改造 解决粮荒的漂亮口号 顺时而起 也使得基改种子 深入了各国的农业和贸易体系 创造出了可观的财富 今天 世界依然处在粮食危机的阴影之下 基改食品隐然存在的安全问题也逐渐浮现 我们该如何面对基改的世界 选择安心的食物 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困难的题目了 走进超市 只见充满了各式食品 我们关心过这些要吃下肚的东西 是从哪来的吗 根据法令 只要食品有超过5%以上的基改成分 就必须要标示 但是5%以下或是传统市场中的食物 我们却无从了解 台湾目前向美国进口的基改食品 以黄豆和玉米为最大宗 基因改造的比例更超过了97% 普遍被用在豆腐 豆浆等豆制食品 追溯食物的源头 我们发现光在超市里面 就有高达90%的加工食品 包含玉米和大豆的成分 特别是高果糖的玉米糖浆 另外 玉米还被大量运用在饲料 燃料等方面 所以不仅是吃下肚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已经充满了数不尽 也搞不清的基改产品 看完了这段影片让我们发现 基因改造已经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加工食品 甚至于是日常的生活用品 都是从基改作物而来的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知觉 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吗 行为 台湾有六成以上的黄豆跟大豆 几乎都是从美国进口 从美国进口 偏偏这六成的左右的作物 有90%以上都是经过基因改造 观众朋友可以仔细地回想一下 我们在市面上所看到的产品 是不是只有少数是有特别的标注 非基因改造的食品 那偏偏呢 可是它没有注明说 此为基因改造食品 没有错 此为基因改造 以基因改造食品反而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食品 很多都是被基因改造过的 那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放入 不加入这个基因改造的 这个字样呢 对 为什么 因为如果写上去的话 我们就卖不出去了 很多厂商都卖不出去了 对 所以是说每天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就吃进了很多 基因改造的食品了 是不是可以请郭教授 您用简单的 我们可以听得懂的话来解释 什么叫做基因改造 人类长期吃了真的是会有问题吗 基因改造是一个新的科技 它可以把一个外源的基因 例如说这个鱼或者这个蟑螂 老鼠的基因 把它转到龙咒物的身上 那这个基因改造过的龙咒物呢 它就会表现出 比如说老鼠或者蟑螂的这个基因 在它的这个产品里面 这个我们就称为基因改造的产品 那基因改造的产品呢 吃了会不会对人造成什么后果 那因为我们人类每一天吃很多东西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证据显示说 吃了基因改造以后 有哪一些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去得知 但是呢我们从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动物试验 我们喂养这个基因改造的这个食品 给动物呢 那么是有发现到 有一些动物是会产生一些病变的 所以这个基因改造科技 是从哪一年开始到现在 是有多少年了 我们从1996年 也就是说不同的物种的基因 互相的这样的移入 会不会造成的生物界的大混乱 甚至于会引发了有所谓的 道德的问题 荒茄加上这个鱼的这个基因 造成一个一粒荒茄 后面有一条这个鱼的尾巴 这是画家的幻想 实际上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出来 那么所以把这个鱼的这个基因 放到这个荒茄 有可能是 例如说我们荒茄 假设它这个遇到寒流会死掉的话 那我们有可能把这个北海的这个深海鱼 不怕冷的这个鱼的基因 这个把它导到这个番茄里面 所以当这个我们在种番茄 遇到寒流的时候 这个番茄是不会遭受到冻汗 但是呢这样子的这个基因改造呢 它引发各式各样的问题 其中一个当然是这个伦理上的问题 例如说这样子的番茄 到底是素的还是荤的 那就可能要辩论很长一段时间 那至于这个 这个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美国有一家公司 它这个要改善大豆的这个营养品质 那我们知道 大豆我们是主要是用它的蛋白质 可是呢它的蛋白质里面的某一些氨基酸是不够的 所以它的品质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有一个美国公司呢 就企图把这个 这个巴西核桃的基因把它转到大豆里面 因为这个巴西核桃它所生产的那些氨基酸会比较多一点 可是呢巴西核桃有一些人吃的是会过敏的 结果呢当这一家这一个公司呢 把基改的这个大豆给研发出来以后 他发现这个基改的大豆打到这个人体身上 同样会造成这个过敏 虽然我们那个科学家呢 他不是要把这个过敏的基因转进来 他是要转这个氨基酸的基因 可是呢因为基改技术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就好像核冷化电一样 所以它总是就会出现这些毛病出来 台师大的环境教育研究所的所长 叶欣诚教授提出来说 基改作物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生态危机了 而且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现在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够减缓这样的一个伤害了 郭教授您的看法呢 这个生态危机当然就看它的程度了 例如说这个种了十几年的这个基改的龙作物 那它有可能这一些外来的这一个病毒的基因呢 已经在土壤里面了 那这个要去清除的确是相当困难 科学家提出了说 基因改造来解决粮荒的问题 所以现在看到了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是大面积的在栽种这个所谓的基改作物 那粮荒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其实一点都没有解决了 因为目前这个种基改的龙作物呢 是美国是最多的 占了一半 那美国当然目前是没有粮荒的问题 那非洲只有南非种一点点 可是非洲其他部分的地方其他国家还是是严重的基方国家 那他们也没有办法从基改作物来得到改善 因为基改作物是一个很昂贵的科技 那要买它的种子呢 这个是非常贵了 所以非洲的农民大概也没有钱 去买这一些种子来种 所以基本上对这个世界粮荒目前是没有什么解决的迹象 在联合国的农粮署在过去就已经有公布一个数据 是我们全世界所有粮食足够 已经足够以供应120亿人的这个粮食存活 不必使用科技的方法 对 根本不需要 天然的生产就足够养活这么多人 对 因为现在就已经有足这么多粮食 问题只是在我们的食物分配不均匀的问题上面 对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十万个人死于饥饿 在世界上有十万个人死于饥饿 但是却有好几亿人需要减肥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食物分配不均匀 食物分配不均匀 或者说富裕的国家过度的浪费 是 没有错 是 所以要面对这个粮食的问题 有根本的解决方法 郭教授 对 比较严重的这个季方的国家 那他们可能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关系 那这个人民 农民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去生产 他们所能够吃的粮食 那有一些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关系 他们被迫流离失所 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农业 那另外是他们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经济不好 所以没有办法去改善他们的这个种子的环境 所以他们根本种不起来 所以有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来源 不同的原因呢 那就不一样的解决方法 是 慈激基金会呢 为了要替粮食的问题来尽一份的心力 日前我们也在海地栽种蜡木 建立起了蜡木农场 就是希望能够解决海地人营养的问题 蜡木被科学界称之为奇迹之树 它的叶子蕴含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 适合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 非常耐旱 而且成长快速 慈激的志工 库斯应该如何为海地人民 找到一条可长可久的生存之路 这时 海地的原生种树木 蜡木似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因为它种了之后呢 这个叶子马上就可以吃 这个叶子有丰富的营养 它不需要等到三年五年结果之后 才看到这个成果 所以他们听到这个介绍之后 他就讲说 你只要给我树苗 我就去种 我先在我家周围种 所以借由这个蜡木的推展 我们可以让海地再次的绿化 除了向南加州志工和民众介绍蜡木的好处 2011年2月 周白和慈激美国总会的志工 重返海地的时候 便将推广蜡木种植的想法 和海地技术学院的校董 密卡尔女士交流 她对蜡木十分地感兴趣 随即在距离太子港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皮耶八岩设立了培育蜡木 和其他高经济树种的育苗园 2011年9月 四季志工再度回到海地 短短三个月 密卡尔女士的蜡木苗圃里面 已经有超过了三万株树苗 可以移植 同时蜡木的成长速度 远比其他的树种都来得更快 就是一些主食 譬如说米 麦 可是他们长期因为营养不均衡 所以很多小孩子 他的头发是红色的 或是他指甲是会裂的 那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营养不良的关系 所以说如果他们自己 在家里就有这种树 他随时都可以补充 他充足的营养 而且不花钱 志工们将密卡尔女士的蜡木树苗 用卡车分送给附近的存落 也在蜡木园所在的友谊村 举办了蜡木推广说明会 在太子岗的洛卡小学里 有一百多名小朋友 把种在塑胶桶里的蜡木种子 带回家栽种 志工们也到了圣亚拉罕卓教堂 向当地的民众说明蜡木的好处 为了能够将蜡木种植在海地成功地推广 此季志工预计在皮椰巴盐的苗圃 进行蜡木种植实验 并且用以公代正的方式 分四区密集栽种一千六百株树苗 更希望后续能够小规模地生产蜡木粉 为未来大规模种植 以及大量生产做准备 期盼未来能够将蜡木种植 跟现有的粮食计划相结合 还给海地绿意和生机 蜡木整株都是可食的 而且营养的成分非常高 这样一个特性 这是对环境友善 而且又能够有效地解决营养的一个问题吗 请教教授 海地广泛种蜡木是在国际媒体上 报导很多的一个很好的事件 蜡木它本身是从非洲来的 那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相当容易去种 干旱的地方都可以种 所以假设一个干旱的地方 它水资源非常缺乏 这个时候来种蜡木 就可以提供当地一个非常好的 这一个营养的食品的来源 不过我们台湾也不少人在种 那我这边特地要跟大家报告 它的根部最好是不要吃 因为它根部有一些生物件 吃的人会中毒 所以应该要吃它的叶子 叶子或者果价或者花都可以吃 对 像是种蜡木 来解决粮食的一个部分的问题 那在其他的地区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案子呢 有一个瑞典的一对妇女 那她们到这个非洲去 某一个地方 那这个非洲这个地方 就是非常干旱 几乎什么作物都种不起来 结果呢 他们去做个调查的结果 就发现当地一种原生的植物 可以来种 很好种 而且可以提供当地人的一些 营养的这个来源 那这样子的植物呢 恰好是跟我们台湾化破剂 是同一类的这个植物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性子非常相向 在这个全球暖化 有些气候极度的变迁 造成了一个粮食生产 一个问题的前提之下 我想教授您的专业 农艺系 就可以对人类有很多的贡献呢 希望如此 新年也是一颗种子 把小小的善念种下了 就能够带来了 无限的绿意和生机 环境会如何的发展呢 这源自于我们对世界的信念 是盛天还是顺天 是利己或是愿意与人分享 都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但是会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基改制造了许多的争议 但是基改相对便宜的价格 却使得推广无基改的食品 变得困难重重 你知道你喝的豆浆是基因改造的黄豆 还是非基因改的黄豆吗 不知道 可是商家都会飙倒不是 喝也喝不出来吧 我去买东西只会去看它是非基因 但是基本上我打问号 相对便宜的价格 是用不知高低的风险换来的 这样的交易究竟划不划算 用天然的有机的这样的耕作 是不是足以来养活目前世界的人口呢 是 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一个学术上的问题 那么不过从最近的这个研究呢 那么大概我们发现 即使全世界都改用有机农业呢 那么它还是照样能够养活 目前世界上的人类 这是没有问题的 新闻你自己怎么来看 我们这个很有意识的来推动 这个无机改农作地区 对 没错 因为我们的所机改 基因改造过的这个种子呢 那它其实在这个基因的片段 它并不是单一运作 它是有跟其他基因去做相连的 那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任何的科技 去能够检测说 在这些交互作用过后的 基因的改质的农产品 我们吃下去之后 对我们人体到底有哪些的影响 目前台湾为止是禁止 做这个机改的作物 那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大力的 我们是很支持 大力推行的无机改 无机改作物的农场 然后来做 来保护我们的消费者 甚至其实我们真正的鼓励的是 我们的育种 育种也就是说 我们把很好的稻米 跟很好的稻米 一起来做一个结合 那很好的大豆 跟另外一个好的大豆 做一个结合 那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做一个基改的动作 那我们更支持的是 在地的食材 在地我们台湾本本就有了食材 农业本来就是一个 高风险的一个行业 特别是现在全球暖化之下的 气候极端变化 对于农业来说 那更是一个一大考验 所以老师您 怎么来鼓励我们的农民呢 继续坚持下去 还是说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应该怎么努力 我们不但要鼓吹农民 我们也要呼吁消费者 特别是包括我们慈激人在内的 全台湾有两成的 两百万个素食的人口 在饮食的上面 其实有一个危机 也就是说我们大量使用大豆制品 可是偏偏这个大豆制品 大部分都是从美国那边进口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天吃很多的基改的大豆 这个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这个就值得大家去考虑 但是问题是 我们目前台湾已经 几乎没有再种大豆了 所以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可是反观日本 日本跟我们台湾一样 是进口很多的美国的大豆 但是当他们自己要吃这个大豆的时候 他们是吃日本的自己种的 日本农户自己种的 他们大概有5%的大豆是自己种的 90%是进口的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连这个5%都没有 我们几乎已经放弃了 那假设我们能够恢复5%的 这个大豆的消费量 来用鼓励我们的农民来种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素食的人口 就可以吃得到很健康的 飞机感的大豆 这个需要政府好好地去思考 我们的这个大豆产业 应该怎么去调试 尤其现在台湾素食人口是越来越增加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要为自己的健康来做把关 那我们消费者要团结起来 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是 精英改造好像很深奥 但是它却是会影响得了我们的一个生活 所以是不是两位可以告诉我们 一般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 精英改造 这个产品 其实我们台湾至少比美国还进步了 因为美国的这个消费者 连这个上这个百货公司 上这个超级市场 他都不晓得那个是不是精英改造的 因为他们没有标示的规定 那我们台湾跟日本一样 就是这个产品假设有 百分之五是这个 这个基改的这个成分的话 那一定要标示 那问题是 这个假设 例如说我们这个是豆干 它假设是精英改造做的话 通常它在这个包装的这个后面 会有小小的制限 本产品还没有精英改造 可是几乎大家看不到 所以这个消费者呢 可能需要去建立一个习惯 就是当我们要买一包产品的时候 好仔细地去研究 它的这个标示的这个内容 那然后来决定要不要买这样子的产品 我们的大豆的部分 几乎都是从美国进口 那这些基因改造的都到底用在哪些地方 就用在我们的食用油 就是沙拉油 那甚至是我们的基亚猪的饲料 那这是豆浆 还有豆腐都是从这边来的 那就是说我们每天吃进这么多的 基因改造的食品 那甚至是牲畜吃进去之后 我们又转变为变成我们肚子里面的食物 那所以我们真正是呼吁的是 大家真的要仔细地看 那到底有哪些东西 其实我们没有强制规定说 到底也没有任何数据 就是说我们目前基因改造的食品 对人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没有确确的数据出来 不过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真的想要吃得健康的话 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 我们身边的我们手购买的产品 到底是不是基因改造的 非常的感恩 两位的分享跟说明 也让我们有机会来理解 基因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也更坚定了 天洁那些最好的豆粒 要让我们自己吃得安心又健康 无害地球的生态 而且还可以让千万的物种 能够永续生存 就多多地选择 在地的当地的农作物 那就对了 觉醒年代从我们自己做起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